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拿出一张照片揭开了事情的真相 我感到十分震惊 然而 看故事时总是没有结局 最终只会困扰终生 好了 故事从这里开始 我和沈彦舟结婚半年 除了知道他是心脏科的知名专家之外 其他的我一无所知 我们见面都是走行事的 每个月见三次 月初 月中 和月末 但不得不承认 沈彦舟确实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 有车有房有存款 长得帅气 又讨长辈喜欢 几乎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可是 婚姻终究不是爱情 我渐渐看开了 也就这样过着 到了月末 按照惯例该见面了 于是我开车去医院找他 到医院后 我熟练地按了电梯 去了五楼 上个月我出差了 前两天才刚回来 当时百叶窗没了 我看到了沈彦舟和一个身材窈窕 卷发飘逸的女人在办公室里 沈彦舟疲惫地揉着眉心 那个女人忽然靠近 弯腰靠向她 我静静地看了两秒 淡然推开办公室的门 沈彦舟看到我时明显一愣 那女人站起来 拿起桌上的病例 对我笑着说 谢谢学长帮忙 不过有些地方我还不太懂 下次再约吧 学长医术高明 技术也很高超 我心想 技术高不高我怎么知道 无论哪方面 我都一无所知 那个女人离开后 沈彦舟走过我身旁 关上了门 从头到尾 她都没有回应她的邀约 在我看来 这种不明确的拒绝 其实就是默认 沈彦舟微笑着走向我 问我怎么来了 还伸手接过我的包 我皱眉 后退了一步 空气凝滞了两秒钟 她似乎有些错愕 但随后笑了笑 我们同时开口 她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 而我则提出了离婚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 眼神冷冷的 一脸困惑 电话响了好几次 她烦躁地一一挂断 最后问我 为什么 我依旧沉默 沈彦舟说 离婚不是儿戏 当初你说 愿意做我的妻子 在我这里 既然同意了 就应该是一辈子的事 如果你因为刚才的事不开心 我来哄你 我打断了她 不必了 离婚就好 她停顿了几秒 苦笑道 李李 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狠心 我觉得她这话有些无厘头 除了当年甩掉渣男时狠了一点 其他时候我一直很温柔 最后我开口说 那要我先帮你带给奶奶 准备离开时 我又补了一句 有空随时联系我 我们去办离婚手续 她没阻止我 我独自离开了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 她早晚都会结束 回到家后 我换上睡袍 准备泡澡 没过几分钟 停电了 我的手机在外面充电 而我天生怕黑 于是我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摸索着找衣服 结果没走两步就踩到地上的泡沫 突然 我腰部一扭 跌坐在地上 忍着泪水摸到浴巾准备裹上 这时 听到了门被推开的声音 我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生怕是入室抢劫的小偷 正当我惊慌时 听到了沈彦舟的声音 她推门而入 手电筒的光照在我身上 问我 你没事吧? 我一丝不挂地站在浴缸旁 她的目光让我更加尴尬 我手忙脚乱地去捡浴巾 结果扭伤的腰再次疼痛不已 忍不住大叫 沈彦舟赶紧丢下手机 用浴巾把我裹住 然后抱起我 我披着松松垮垮的浴巾 屋子里漆黑一片 气氛愈发紧张 我推开她 你 你离我远点 就在这时 电来了 在暖光下 我们四目相对 玉巾滑落到我的腿上 瞬间的沉默仿佛让时间停止了 沈彦舟的眼神变得深邃 她低雅地开口 你说要离婚?是吗? 我愣愣地点了点头 她解开西装 松了松领带 捏住我的脚踝 一步步逼近 温热的气息洒在我脸上 等我反应过来时 她的蚊已经密密麻麻地落在我刚洗过的皮肤上 我突然感觉小腹一阵疼痛 推了推她 沈彦舟 我大姨妈来了 沈彦舟停了下来 眼神满是无奈 她长叹一口气 帮我裹好浴巾 将我抱上床 果然床上留了一抹红痕 她有些无奈地笑道 你要玩死我吗? 这男人今天有点反常 随后 她把我抱到浴室洗净 问我 要不我就在这里等你洗好 我拼命摇头 沈彦舟 你正常点 咱们马上就要离婚了 她坐在椅子上 玩味地说 离婚前我得尽一下丈夫的责任 不是吗? 晚上睡觉时 她强行将我搂进怀里 不肯松手 我挣扎时 她轻轻地揉着我的腰 触感粗糙而温热 倒也让人感到舒服 于是我姑且随她去了 几天后 我因腰伤请假休息 沈彦舟也难得中午回家 给我做了顿饭 那天中午 我默默把结婚证放在餐桌上 表示我离婚的决心 沈彦舟看了两眼 便拎着菜进了厨房 四十分钟后 她喊我 过来吃饭 我挣扎了几秒 最终还是走了过去 饭桌上 两个红本本被垫在砂锅下当格热垫 沈彦舟自顾自地给我夹菜 直到碗里堆满 她轻声说道 李 我知道你还在生气 我埋头吃饭 根本不去看她 昨天那个女生是我的学妹 刚从国外回来 她的父亲曾是我的老师 亲自托我带着她学习锻炼 别再生气了好吗? 虽然她态度很真诚 但我心里仍有些顾虑 你们以后会常常在一起 怎么保证你们之间不会发生什么? 她突然看向我 语气坚定地说 我和她是不可能的 之前的事是我处理不当 委屈了你 以后我会改正 所以 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我看了她很久 最终点了点头 沈彦舟是想好好和我一起生活的 那就好好过 我不亏 一个星期后 我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 沈彦舟的奶奶打电话 邀请我们回去吃顿饭 沈彦舟说晚上九点来接我 然而 到了九点 她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等了很久 我自己开车先回去陪奶奶 刚下车 就收到了一条陌生短信 李小姐 学长没带手机 她现在和我在一起 短信还附带了一张沈彦舟的侧脸照片 发信人希望我识去 沈学长和你不是一路人 我们才是最合适的 我们可以讨论医学难题 而你们有共同话题吗?最好早些认清 你们终究是要分开的 不属于你的东西 不要贪心 从照片的角度来看明显是偷拍 令我哭笑不得 我正准备回怼 沈彦舟的奶奶走出门 亲切地拉着我的手问 小舟没和你一起来吗?我笑着摇头 她忙吗?我陪您 您不会不喜欢吧?奶奶笑着说 我当然喜欢你啊!人都到齐了 快进来吃饭吧!我默默关了手机 在家宴上 我坐在奶奶身边 既要敬酒 又得应付各种亲戚 始终 我旁边的座位都是空的 沈彦舟没来 一个多小时后 奶奶接到一个电话 小舟 你说李在呢 就在我身边奶奶示意我接电话 我压下心中的委屈 问她怎么了?她说 等我 我很快应道 嗯 好 然后淡淡挂了电话 埋头继续吃饭 真是个蠢男人 不久后 门被推开 沈彦舟与我四目相对 静止走到我身边 我来晚了 我摇摇头 不晚 一切还不晚 沈彦舟平时很忙 这次算是婚后第一次参加家宴 婚礼上没有灌她的酒 这次全都补上了 她端起酒杯 一杯接一杯地喝 最后耳尖都红了 家里的亲戚一个个离开 走之前不忘对她说 小舟马上三十了 也该要个孩子了 小舟要加油咯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出来 沈彦舟笑着答应 私下握住我的手 眼里闪着光芒 哼!她还有脸碰我! 人都走了 最后只剩我们祖孙三人 沈彦舟耳尖红红地趴在我肩膀上 我也喝了些酒 深夜回家已经不可能了 奶奶笑着说 二楼小舟的房间一直给你们留着呢 今晚就在这里住下吧 我刚打扫过 我看着脸埋在风衣下已经熟睡的沈彦舟 最后点了点头 奶奶看了我们一眼 笑着打开了二楼的灯 早些休息 你也去睡吧 我扶起沈彦舟 跌跌撞撞地往二楼走 她抓着我腰上的毛衣 轻声叫着 老婆!我心里骂道 老婆你个大头鬼! 这是不说清楚 老婆就要变前妻了 推开门 沈彦舟倒在床上 我环顾着她的房间 很简洁 书桌上放着她小时候的照片和高中毕业照 墙角还摆着一把小提琴 我把琴放在膝盖上玩弄 琴身满是刻痕 像是主人发泄般想摧毁她 这把琴看起来很贵重 让我想起了一个少年 我把它放回书桌上 抬眼又看到了书架上放着的一个小盒子 打开后 我愣住了 里面有一张资助证明 一张汇款单 还有一张被撕碎的照片 照片上 那个少年腼腆温柔地站在讲台上拉小提琴 我突然记起那张青涩的脸 是她 几年前 我和前男友分手时 那个渣男偷偷转移了我的财产 我一怒之下 把他转走的钱全部捐给了贫困学生 当时抱着宁为玉岁不为瓦权的心态 捐了一百万 说起来 我见过沈彦州 那年他高一 我大二 作为爱心资助人被邀请去他们学校的庆典 可那天晚上 我撤资了 校长问我原因 我指了指少年手上的小提琴 淡淡地说 你觉得他缺钱吗? 他手上的琴价值不菲 纯手工的 没几万买不下来 校长哑口无言 我随即离开了 那一百万被我捐给了山区的孩子 后来才了解到沈彦州家道中落 可一百万已经捐给了山区 所以大学四年 我只能每年省出一点钱作为沈彦州的学费和生活费 不过他并不知道是我 我沉默地看向那把小提琴 这时沈彦州忽然坐了起来 眉眼温柔地看着我 老婆 我的思绪被拉了回来 沈彦州把我拉进怀里 轻声向我道歉 对不起 今晚真的很忙 能牵着你的手敬喜酒 这是我多年的愿望 他低声笑起来 我愣了愣 随后皱眉推开他 别装傻 沈彦州 把话说清楚 不然这婚必须离 你个不洁身自好的男人 他停顿了几秒 你着眼努力理解我说的话 然后两手掐住我的腰 把我放到他腿上 谁说我不洁身自好了 呵 我拿出手机短信给他看 可他这副样子哪里看得懂文字 我清了清嗓子 正准备替他读出来 他却将头埋进我的发丝 轻声说道 我没有 我今天确实去了老师家 也见了他 不过是为了医学上的课题 老师有个规矩 进书房讨论学术时不能带手机 必须留在客厅 我给你发了微信 也给你打了电话 可你好像把我拉黑了 我这才想起来 好像上次出差回来就把他拉黑了 我撇撇嘴 一切都明了 那好吧 我原谅你 然而他却不愿罢休 翻身将我压在身下 紧紧抓着我的手腕 逐字逐句地说 我不原谅你 你说走就走 凭什么 最后 他握住我的手腕 语气中透着很近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写进了户口本 离婚这种事 除非我死 我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被他这么坚定地选择 心跳不由地露了一拍 他让我表态 以后再也不提离婚的事 他的手劲有点大 我穿着短裙 不停挣扎 不知道踢到哪里了 沈彦舟慢慢清醒过来 悠悠地望着我 淡淡道 大姨妈走了 靠近我 是不是 在感情方面 我一向不喜欢处于弱势的一方 于是我指着那个黑盒子 笑得天真无害 沈彦舟 你当年可是叫我姐姐的 他愣了一下 随后勾住我的脖子 语气不善地说 姐姐 好啊 姐姐 咱们得算算账了 我有些紧张 问 算什么账 他开始严肃地谈起对婚姻的态度 以后无论大事小事 只要你不高兴 都可以跟我说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闷在心里 你必须相信我 但以后绝对不许再提离婚 两个人能走到一起已经很不容易 我想和你好好走下去 也希望你不要轻易放弃我 可以吗? 我点点头 他清了清嗓子 又说道 再说说以前的事 挑逗完就跑是什么意思 我愣住了 问 挑逗你 怎么可能 那时候你还是高中生吧? 沈彦舟提醒道 当年 你可是一直叫我沈老师的 我忽然想起来 心虚地说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你别生气嘛 七年前我撤资后 本以为我们不会再有交集 没想到世界这么小 大一那年 他成了我弟弟的家教老师 那时的他眉眼已然长开 身材挺拔 但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整个人冷漠疏离 和当年那个腼腆带笑的少年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一时没认出来 而那个暑假 我被爸妈勒令回国 说要看着我弟准备高三学习 于是那个夏天 家里只剩下我、弟弟和沈彦舟三个大眼瞪小眼 那个夏天 我对这个白净又冷漠的男生产生了兴趣 时不时地挑逗他 甚至表白 但他始终对我不感兴趣 还刻意疏远我 好吧 当时的我觉得二十岁的沈彦舟是明晃晃地讨厌二十三岁的李李 甚至可以说是厌恶到了极点 于是我借口追人失败需要疗伤 偷偷溜出了爸妈的视线去了国外 接着就是七年后的今天 他早已退去青涩 穿着高定西装 气质高贵 当时相亲时 他冷淡地问我 李小姐以前有没有喜欢过谁 那么多相亲对象中 他是最后一个 也是唯一让我心动的 窗外的小雨下个不停 天色阴沉地让人有些害怕 我谨慎地回答 几秒钟的心动有过 但喜欢还谈不上 他当时冷笑一声 语气嘲讽 李小姐的心动可真廉价 他摘下了金丝眼镜 拉了拉领带 啪的一声关掉了头顶的灯 他的手摸上我的耳朵 手指轻轻揉捏着我的耳垂 摸耳朵的动作恰到好处 像是浪花轻柔地亲吻着沙滩 可下一秒 他的气势突然变得压迫起来 声音低雅地不像话 光道歉没用 随着他话音落下 那种强大的气势像千军万马冲击而来 一夜无眠 第二天早上 奶奶上楼催我们吃早饭时 沈彦舟把我裹得严严实实 救命啊 被长辈撞见我光着肩膀 一定会被看出来吧 我红着脸埋在被子里 沈彦舟低声笑着说 奶奶 我们马上下去 奶奶笑得比往常更开心 好好好 别急 慢慢来 慢慢来 直到奶奶下楼后 我才从被子里钻出来 忽然和沈彦舟对视上了 她眉眼含笑地看着我 我正想转过头 她捏了捏我的脸 声音沙哑地喊我老婆 我差点被沈彦舟的魅力迷倒 沈彦舟继续说道 老婆 我今天晚上能早点回来 我觉得透透的 我缓了好一会儿 才拍了拍自己发烫的脸去洗漱 吃饭时 奶奶笑得合不拢嘴 虽然她什么都没说 但那种看破不说破的眼神 让我害羞地不行 整顿饭 我几乎都是把脸埋在碗里吃的 饭后 沈彦舟带我回家 刚到门口 我就接到了老板的电话 她又要让我出差 老板不知道 我刚度过了蜜月般的夜晚吗? 挂了电话后 我愧疚地看着沈彦舟 可能要让你独守空房一段时间了 我要出差 沈彦舟长叹了一口气 打开门进了屋 我低声问 要多久? 两周 她没有生气 而是进了房间 拉出角落里的粉色行李箱 开始帮我把长穿的衣服一件件叠好 放进行李箱 接着 她走到我的化妆台前 阳光洒在她的侧脸和修长的手指上 此刻的她退去了所有的疏离 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那里 按照我的护肤顺序 把常用的护肤品放进化妆包 我一时看呆了 直到她拿着一个黑瓶子问我 李李 这个你快用完了 我愣愣地回答 哦 没事 没事 我到地方再买吧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瓶新的 一边拆包装一边说 戴上这瓶新的吧 我好奇问 什么时候买的? 我慢慢走到她身边 戳了戳她的腰 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关心我了? 她低下头 把那瓶面霜放进化妆包 拉上拉链 说 从你嫁给我的时候 我撇撇嘴 手上用力继续戳她的腰 当年你说不喜欢我 转头却又娶了我 婚后还对我生人物尽的样子 你确定你是真的喜欢我 而不是想报复我 她抓住我的手 感慨道 我不懂得怎么和女孩相处 也不知道该怎么讨你开心 凭我的直觉和对你的了解 如果结婚后就对你表达爱意 你很可能会被吓跑 跑去国外让我等七年 七年的时间不是等不起 而是人生中没有多少个七年可以等待 人的一生并不算漫长 我特别想留你在我身边 娶你是我下定决心 要把余生托付给你的承诺 我感到眼眶有些湿润 轻轻点了点头 沈燕舟 那你七年前为什么要拒绝我的表白 我也是有自尊的呀 抛开一切不谈 你那时候根本不是真心喜欢我吧 我望着她的眼睛 轻声说道 沈燕舟 对不起 她摇摇头 温柔地抱住我 她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 李李 没关系 只是以后不要再想着和我离婚就好了 我的心猛然一颤 老公 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吧 我会把欠你的这七年时间都补偿给你 她笑了笑 拉开了一些距离 带着一丝调侃的语气说 你是想累死我吗? 这大白天的她在说什么呀? 我赶紧喊停 不行不行 你别过来了 我现在得去机场了 她压下眼中的欲望 无奈地在我额头上轻轻落下一个吻 那等你回来 刚下飞机 沈燕舟就给我打了视频 视频里她正在吃饭 我眼尖地发现 她的米饭都是一块一块的 你这饭都放多久了? 都凉了吧 她边笑边继续往嘴里送 上午刚做完两台手术 耽误了 我心里很不适滋味 你至少得加热一下吧 对身体不好啊 她笑着盖上餐盒 语气里带着哄片的意味 好 下次一定加热 正在说话时 突然有个穿着冲锋衣的帅哥喊我 你好 是理解吗? 我是公司派来接你的 我愣了一下 正疑惑她怎么认出我的 帅哥笑着说 哦 我实习那会儿听过你的演讲 我可是你的头号粉丝呢 沈燕舟咳了两声 饶有兴致地挑了挑眉 理解 你在外面还有多少个弟弟 幸好我戴着耳机 红着脸赶紧解释 没有的 帅哥自然地接过我的行李箱 理解 咱们走吧 我跟在他后面上了车 他贴心地问 理解 冷不冷 我一直没熄火 车里空调暖着呢 我边解下围巾边客气道 谢谢 挺暖和的 帅哥笑道 没事 别人可没这待遇 谁让你是理解呢? 哈哈 这时沈燕舟在电话那头悠悠地说道 谁让你是理解呢? 我清了清嗓子 对帅哥说道 你倒是挺会说话的 帅哥打开了话匣子 理解 没想到你这么随和 还挺可爱的 我赶紧挂了电话 干笑了两声 我们这边有很多旅游景点 还挺好玩的 要是你有需要 我可以带你转转 我笑着拒绝 不麻烦了 还是先忙工作吧 他答应道 那行 你要是想出去转转了就叫我 我随叫随到 接下来的几天 我忙得昏天黑地 沈燕舟偶尔给我打视频电话 我也接不到 等我忙完了 通常都是他睡觉的时间 医生的工作很辛苦 我巴布得他多睡会儿 哪舍得打扰他 所以我们基本上处于失联状态 原本计划的两周出差 一下子又被拖长了 甲方爸爸在谈合同时话说得客气 实则由言不尽 让人头疼 等到我接通沈燕舟的视频电话时 他已经落地到了我出差的城市 我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接他 你这么忙怎么还来了 沈燕舟无奈地笑了笑 你都忙糊涂了吧 快过年了 我来接你回去过年啊 我惊觉 这么快就要过年了吗 我一向没有看日历的习惯 日期对我来说不太重要 我好奇地问 那你今年有多久的年假 沈燕舟握住我的手 把他塞进他的大衣口袋 放心好了 半个月的假期呢 我疑惑地问 你不是最多只能休一周假的吗 他笑了笑 老师不是让我带学妹历练吗 我把手头的工作都交给他了 连值班也交给他了 我感觉有些解气 问道 那你老师不会说什么吧 他轻松地答道 哦 说了 他说学妹心高气傲 就该做些这种琐事 好好摸摸她的心性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你这老师还挺了解自家女儿的 当晚我本来打算带沈燕舟去吃一顿正经的晚饭 毕竟我觉得他不太喜欢吃烧烤、麻辣烫、肥肠和啤酒这些东西 结果 他居然打开地图找了一条小吃街 我一脸疑惑 沈医生 你不是最讨厌这些东西吗 他笑了笑 还好 你不是最喜欢这些吗 我点点头 心里却好奇他怎么知道的 最后我们去了夜市 拥挤的小吃街上到处是热腾腾的香气 我们买了烧烤、鲁味和小龙虾 虽然冬天的小龙虾不肥还挺贵的 但我总馋那个味道 所以还是买了一些 路过一家超市 沈彦舟说要进去买两瓶水 可我分明看到他在收银台多站了一会儿 手里还拿了一个小方盒 都是成年人了 当然知道那是什么 我脸瞬间变得火辣辣的 如果有镜子 我估计我的脸和煮熟的小龙虾差不多红 我赶紧把半张脸缩进毛衣里 等他出来时 我还在可疑地往下钻 电梯里 沈彦舟盯着我红红的耳朵问 你的耳朵怎么这么红 动得 他伸手摸了摸我的耳朵 那冰冷的触感让我忍不住缩了一下脖子 他轻笑一声 显得意味深长 回到酒店 沈彦舟看到我凌乱的房间 眉头皱了起来 他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看到我在空调底下挂着七八条五颜六色的小裤裤 随着空调风挑动 像彩旗一样 我红着脸小声解释 总不能不洗吧 天这么冷 洗了很难干 我只能挂在这儿 沈彦舟揶余地笑了笑 没事没事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迎宾呢 挂的彩旗可真多 他这明显是调戏我呀 我愤愤地钻进浴室 打算洗个澡冷静一下 洗完后 我扎了个丸子头走出来 沈彦舟已经把吃的白好放在桌上 矿泉水也被他丢进热水壶里加热了一会儿 等水温热了才拿出来 他拿了衣服去洗澡 而我则打开投影 找了一部好看的电影 屋内暖灯亮着 电影正在播放片头 桌上摆放着我爱吃的美食 真的有种家的味道 不得不说 我还是很贪恋这种温馨的 不一会儿 他穿着睡衣出来了 靠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电影正片开始的时候 他戴上手套 开始给我包小龙虾 像大多数女孩子一样 我也开始 对你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我的这种话题感兴趣 沈先生给出的回答一如既往的好笑 他不慌不忙地将小龙虾放进我嘴里 轻声道 大概是你前男友找你复合的那段时间 他说的是他给我弟做家教的时候 深夜 某女子驱车直奔烧烤摊 回来的时候 左手拎着两盒小龙虾 右手捏着一只小龙虾 喝得烂醉 坐在家门口 那个时候 他就住在我家里 你当时看到我后 拽着我的裤腿问我 小龙虾怎么那么麻烦 包得人手疼 我就问 那你带这么多怎么吃 某女子傻乎乎地 将右手的龙虾 放进嘴里嚼了起来 还挺骄傲地说 山人自有妙计 就是有点废嘴 我脑海中突然有了画面 救命 我真的会尴尬死的吧 我怎么记得 当时还用嘴笨拙地给他啃了一个干净的龙虾 问他吃不吃 好像被无情推开了 拒绝后 我又哭又闹 呜呜 又是一个渣男 在家里摆着一张死鱼脸 在外头又瞪着一双死鱼脸 呜呜 这日子怎么过呀 我撇了撇嘴 看着眼前人 沈先生这么温馨且浪漫的时候 就别说我的丑事了 你好不解风情的 他凑过来亲了亲我的脸 李小姐 我的意思是说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喜欢你了 这么早的吗 李我可真不错 好 一会儿后吃饱喝足 我去竖了个口 打算回去继续窝在他怀里看电影 刚出门就被沈彦周恒抱起来 李女士 夜深了 她又用粤语轻声道 要粉佐你 电影最后放着男女主重逢的戏码 我很后怕地想 倘若这世上没有那么多的久别重逢和破镜重圆的戏码 等待的那个人会一步步溺死在无尽的等待里 然后由满心期许变成心如死灰 最后结婚生子 了却这短暂的一生 光想想就难受 我紧紧抱住沈彦周的腰 幸而这世上的月老是心软的 将手上的红线牢牢记在我们万箭 兜兜转转这么多年 我们又回到了彼此身边 番外 李小姐聊福记 大家还记得前面提到的《辽波沈彦周》的事吧? 不装了 我确实干过 大约是在七年前 我弟高三 沈彦周到我家给我弟当家教 我爸妈忙着生意场上的事 无法亲自监督 于是我被勒令回国 回到家的第一天 因为时差问题 我睡得昏天黑地 大概六点半 我被一阵门铃声吵醒 李浩那小子睡得跟死猪一样 电话都打不通 我揉了揉眼睛 踩着拖鞋往外走 门打开后 我瞬间瞪大了双眼 救命 在国外那么久 我见过的帅哥也不少了 眼前的沈彦周 却叫我眼前一亮 骨骼分明 有种很迷人的气息 尤其是那手臂和脖子 轻筋抱起 看起来很有力量 男孩子的脖子和手臂有劲 真的帅死了 我笑弯了眉眼 你好 少年 抬了抬黑色鸭舌帽 声音清冷 你好 我是黎叔叔请的家教 他顿了顿又询问 没问题的话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补习了 反应过来 我笑着拉开门 小弟弟 姐姐虽然看着稚嫩 但可不是你的补课对象 你得喊我姐姐哦 回国前 陈女士和黎先生强烈要求我把头发染回黑色 此刻又没化妆 肃静着一张脸 看起来确实蛮乖的 她垂下眼 我此时正穿着性色丝绸吊带睡裙 阳光下白地刺眼 姐姐沈彦舟别扭地又抬起头 正好撞上我含笑的目光 她立马转开视线 却可疑地红了耳朵 往后的日子 我时不时借着给黎昊送水果 送水送饮料送坚果 悄悄看一眼沈彦舟 主要是我老爸老妈勒令我在家好好看着黎昊 我哪有机会看外头的美色 眼前的沈彦舟清纯难带 身高一百八十五 家身上带着淡淡的疏离和高冷 反正我是看对眼了 来来来 一个小时过去了 可以休息一下了 沈老师你吃点水果 林浩那个憋崽子嘴里没个把门的 简倩倩地提醒沈彦舟 沈老师 我姐这可是看上你了 细数我历届姐夫就没有和她在一起超过三个月的 沈老师 你可别被我姐人畜无害的样子骗了 我丢下果盘 小兔崽子 我真想今天把你炖了 小兔崽子懂什么呀 我倒是想谈一份长长久久的爱情 结果不是被人骗 就是正在被骗的路上 人不是看中我的钱 就是看中老黎的家产 这些男的不分手留着过年吗? 沈彦舟静静地看着我们拙劣地玩闹 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我突然觉得没意思 收起要打离号的手 轻声道 你说得对 沈老师 可别被我骗了 沈彦舟难得抬头看了我一眼 第二天 沈彦舟请了一天假 我无所事事一整天 第三天 沈彦舟依旧请假 一直到第五天 我看了眼在沙发上晃着二郎腿 躺得不成人样的离号 最终没忍住揍了他一顿 来 把你沈老师的家庭住址给我写下来 否则老黎和老陈问起来 我就说你躺了一星期了 试卷是一提没动 林浩声音闷闷地跟我谈条件 可以是可以 那你带我一起去 带他碍事 不带他扭扭捏捏解释带着吧 沈老师住的地方很偏远 你一个女孩子不安全 随后我开车带黎昊找沈彦舟 黎昊确实没说错 沈彦舟住的地方很偏 很破旧 也很乱 我在一条狭小的小路里七拐八拐 头一回知道摩都还有这么破旧的地方 终于在第N次急刹车后 我没忍住询问黎昊 你沈老师家至于住在这地方 这么远 你确定他每天都从这来给你上课? 黎昊收起手机 有些严肃地看着我说 是啊 单向行程都要两个多小时 刚才你也看到了 有很长一段路是没有公交车的 也就是说 他至少还要步行一个多小时 我沉默了 黎昊继续开口 所以老姐 你放过沈老师吧 我皱了皱眉 没再说话 最终 我们在狭小的出租屋里见到了沈彦舟 他病了 家里只有他一人 我伸手摸了摸他额头 烫得吓人 沈彦舟费力睁开眼道 你怎么来了? 我撇撇嘴 扶住他来救你 沈老师 林浩把他扶到车上 我开车送他去了医院 自那之后 我就和沈彦舟商量 补习期间住在我们家里 结果他皱眉看了看我 好像我不怀好意似的 不用麻烦了 我换了个说法 那好吧 我每天接送你 这可以吧? 他没回答 背上书包准备回家 晚上九点半公交车早就没了 我拿起车钥匙朝他背影喊 沈老师 我送你啊 他在副驾时 疲倦地闭上了眼 等待红绿灯的时候 我伸手对他的眉眼 跃跃欲视 他忽然睁眼 捉住我的手 凶狠道 离离 别挽我了 我朝他眨巴着眼 你不试试 怎么知道我不是真心的呢? 他叹了口气 有些严肃地对我说 我很清楚 对于你而言 我算什么? 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车上的气氛有些冷了下来 我若有所思地握着方向盘 直到沈彦州推门下车 轻声道 谢谢你 以后不用这么麻烦了 我笑着朝他挥手 好 明早上八点 我准时来接你 他愣在原地 我打方向盘掉头 车屁股蹭到了电线杆子 你小心点 我探出头 你担心我呀 他有些局促地压低压舌帽 我按下车窗 朝他挥手 再见 沈老师 明天我来接你 后视镜中 他抬眼一直看着我的车离开 然而第二天我爽约了 理由是我给米凌晨五点进了医院 据说是痔疮裂了大出血 他在这地方也只认识我一个人 那我肯定得去呀 沈彦州那边我只好叫了专车去接送他 下午两点 他吵着要出院 医生查看了他的情况 简单交代一下也就同意了 我打算回去拿两套衣服陪护他几天 顺路就把他带到了家里 他在楼下等我 一进门 沈彦州沉着脸坐在客厅 黎昊在房间写诗卷给米 大声催促我黎 你快着点 我这离不开人 我在沈彦州的住室下去了二楼拿衣服 下楼时经过黎昊的房间 我小声道 那个我去我朋友家住几天 他刚做了手术 离不开人 沈彦州劈改卷子的手一顿 卷子上出现了长长的痕迹 天他什么都不说 叫人心里发毛 黎昊朝窗外伸头看 是个男的 有情提示 你再不出门 他就扭着屁股进咱们家门了 我皱了皱眉 行 那我走了哈 自那天后 我在微信上找沈彦州解释 然而一点回音都没有 两天后 我再也坐不住了 驱车去沈彦州家 那天晚上 月亮明亮的吓人 明晃晃的揭露着我们之间的边界 沈彦州穿着黑色短袖 头发微干 站在月色下 晚风吹动他的发烧 他整个人都透着疏离和冷淡 开口说的话也那么冰冷 笔礼就到此为止 我们不合适 他顿了顿 继续说 下周的课上完我就会离开 我轻声呕了一声 说实话我并不难过 只是胸口有些闷 那就点到为止吧 我笑着点了点头 可以 以后我们桥归桥 路归路 沈彦州 我好像也没那么喜欢你 我转身钻进车里 他抿了抿唇 最终上了楼 当晚我连夜收拾行李 于昊早就朝我爸妈打过小报告 说我看上他家教老师一事 这下好了 我借口追人未遂 需要疗伤 连夜出国走的时候 居然意外地哭肿了眼睛 黎昊送我坐上出租车的时候 反常地问我 他欺负你了 你干嘛哭成这样 我揉了揉眼睛 钻进出租车 是啊 他就是个大蠢蛋 再别就是七年后 二十九岁的我被我爸妈勒令和他们物色的相亲对象见面 然而我在圈内的名声并不好 原因是我流连于各类男模之间 照片都传回来了 照片里我正拿着铅笔丈量金发碧眼帅哥的腰围 但我必须说 那是造谣啊 首先 我是一名设计师 其次我需要量 他们的三维难免有密切接触 怎么传回来就是我一个月换十几个男朋友了 流言可畏啊! 一众相亲对象里大都匆匆来又匆匆走 他是最后一个 也是最叫我倾心的 他穿着一身高定 戴着金丝眼镜 头发梳得有条不紊 窗外下着小雨 莫名有些压抑 他端起咖啡抿了一口 眼睛看着外头的雨 漫不经心地问我 李小姐的事我也都听过 曾经有没有真心喜欢的人 我看着他精致的袖口 谨慎斟酌道 沈先生说笑了 年轻时候的心动肯定有过 喜欢道还谈不上 他眼睛看向我 语气激进讽刺 是吗? 那李小姐的心动可真廉价呀! 我愣了愣 他大概误会我是个海后了 我气不过 拉住他的胳膊 沈先生 虽然不知道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但我还是要替自己解释一下工作需求 避免不了和那些男模接触 我又不是圣人 几秒的心动肯定有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工作之外我从来就没和他们联系过 我起身怒气冲冲地离开 结果被一场雨困在店门口 他握着伞走到我身边 李小姐 我送你不需要 好 他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撑伞走进雨里 老天 您也太叫我丢脸了 我本以为我们之间结束了我妈二轮相亲 继续轰炸 谁知两天后 他拨通了我的电话 周一民政局上班 我们领证了 婚后头一个月见了三次 第二个月我出差 第三个月他出国学习 算起来结婚半年我们都没见过几面 其实七年过去了 我对当年的他确实没什么印象了 但说名字这时 我确实也怀疑过 我暗戳戳地问过李浩 那小子说早就没联系了 后来又试探了一波 沈彦舟轻飘飘地说 重名了吧 我半信半疑 当年的沈彦舟明确说过 不喜欢我 他怎么可能在七年后又和我结婚 换句话说 等一个人七年 这是我只在电影里见过 电影里的七年总是一闪而过 可现实却是每一个日夜实打实地过着 所以沈彦舟怎么能是当年的沈老师呢? 我是这么认为的 要是我喜欢的人傻不愣登 等我七年婚后还不明说 我一定给他揍死 所以你们要是见到了鼻青脸肿的沈医生 不要惊讶 李女士干的沈医生 确确实实等了我七年 沈医生方外 某次受邀到学校给学生上课 快放学的时候 有个男生站起来问我 沈教授 最后一点时间了 可以问您一个题外话吗? 我放下手中的教材道 可以 您真的等了师娘七年吗? 这七年您是怎么过的? 我点了点头 要说起来 其实七年不到 因为提前半年我就把他护佑到了结婚证上 周围一阵起哄 我抬了抬眼镜 继续道 其实对于我而言 等待不是一件漫长的事 这可能和我从事医学研究有关 我很有耐心 那七年里 我一边攻克医学难题 一边等他回来 算不上难熬 其实 我自己都不确定 能不能等到他 毕竟我们之间有太多的不确定 但我能确定一点 他没出现的时候 我没做结婚的打算 其实得知他哭肿了一双眼 出国的时候我后悔了 可那时候的我不仅给不了他想要的 连温饱都是问题 他是一时兴起 可我的心绪却被他扰乱了好多年 周围又有女生问我教授 那你们之间错过了七年 岂不是没有恋爱基础 我将教材放进包里回答他确实没有恋爱基础 所以我们结婚后开始谈恋爱 但是不介意你们这么学我 事事无常 七年时间可以改变太多事 我很庆幸七年后的重逢 他还没成为别人的妻子 后面还有想要提问的同学 我笑着拒绝了 原因是我看到李李抱着女儿站在教室外 你们师娘还在等我回去做饭 就先下课吧 我接过李怀里的女儿 小家伙胖脸贴了过来 抱着我的脸就啃 小手还一下又一下戳我另一边脸 李李挽着我胳膊 兴冲冲地问 你刚刚说什么了 身旁有经过的同学接了话 师娘好 教授刚才在说 等你的七年离子来熟到 可别跟你们教授学 容易挨揍 那位同学震惊 教授还挨揍了 李李也余地看了我一眼 我没揍他 但我生了个小的折磨 他这不正啃着吗 我笑着点点头 揽着李李先走一步 到了没人的楼层 李李一下又一下戳着我的腰 是不是沈老师 可不是吗 腰上的牙印还在呢 咿咿呀呀 小团子捧着我的脸流口水 哈哈哈哈 你女儿说是那就是了 这辈子她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心甘情愿